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2日新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olce节目 首先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 今天呢,这个CNN的头版头条有一个爆料 同时呢,福克斯新闻也播了这个同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什么呢,前一段时间不是特朗普的侄女就是叫Mary Trump写了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呢,一下子成了畅销书 就是写他这个所知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家族中的很多这个内幕 讲了这个很多年一些这个家庭的内幕呢 而且一下子呢,是这个非常非常多人买 基本上是成为今年最畅销的一本书 而今天呢,出的这个更大的这个爆料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侄女呢,公布了一些偷偷录的这个录音 而这些录音是跟谁录的呢 就是他侄女在过去两年这个时间里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跟特朗普的姐姐也叫做这个Marine Trump Barry 两个人的这个私底下录音 而且录音呢,时间可以说是这个长达差不多是15个小时 这些录音呢,值得一提的是呢 是特朗普的这个侄女偷偷录的 他录的时候呢,显然并没有这个让特朗普的这个姐姐知道 但是他们这个交谈呢,这个非常多 而且相当一部分这个主题呢 都是围绕着这个安美国总统特朗普 因为他们的这些录音呢 全都是在特朗普这个就任总统之后 而且呢,他的姐姐呢 确确实实有很多 说了很多这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个细节 特别呢,是他姐姐说了这个特朗普很多坏话 表达了对他非常大的这个不满 以及呢,对他这个在总统任意上的这种表现的 这种非常强烈的批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了什么呢 这个是CN的这个新闻 然后这个呢,是福克斯的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福克斯呢,是刚刚发的 比这个CN的新闻要发的要晚一些 而这个福克斯的新闻 说的是特朗普知道这个录音被曝光之后呢 完全呢,就是对这个他姐姐 对他这些负面看法呢 做了一个回应 就是说who cares 就是说谁在乎呢 根本就不在乎 但是值得一提是呢 特朗普并没有否认这些录音 并没有否认呢,他姐姐说过这些话 对他说,对他这个这么评价过 但是呢,就是表现的这个毫不在乎 而在这个录音里面呢 就是特朗普侄女偷偷录的这些呢 最早呢,是华盛顿邮报的 Washington Post得到的这个录音 而且呢,这个录音呢,是他的侄女 把这个录音交给的华盛顿邮报 这个呢,基本上也是在 他侄女写了这个爆炸性的这个创交书之后 加了更多的这个证据还有笔墨 当然呢,我们在此呢 并不认同他侄女的这个做法 因为本身你这个私下里偷偷录音 偷偷录你跟这个特朗普姐姐的这个谈话 本身就不对的 更何况呢,你选在现在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只有70多天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录音是公布于众 并没有得到这个任何人的同意 直接是同意了媒体 而且让媒体呢,就是公开了 让美国选民全都看到了 这个确确实实呢 也是特朗普侄女的一个这个阴招呢 而且他这个阴招呢 确确实实不但阴了特朗普 也阴了这个特朗普的姐姐 把他姐姐给卖了 因为人家姐姐跟你讲的这些呢 本来就是这个私下谈话 你偷偷录下来 而且公布于众 让这个特朗普的姐姐也非常难堪 虽然这个特朗普的姐姐 对于特朗普也是非常不满呢 他姐姐叫Barry 而这些录音呢 都是18年和19年的这些话 这个录音里面说什么呢 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呢 其实非常多的这个 都已经网站都已经写在 他这个搜的录音呢 包括这个YouTube吧 其中一些话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主要的呢 这个福克斯说的 就是他姐姐呢 叫特朗普说 他非常的cruel 就是非常的残忍 而且副标题说呢 说他想做的只是 就是讨好他的这个基本盘 他没有任何原则 同时呢 这个还有哪些录音呢 他说 说没有任何原则 没有 没有 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 我是说 oh my god 就是说 我的天哪 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就是信教的人 你想要帮助人 就是说 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信教的 一些人 而不是not do this 而不是说做这些事情 他说的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特朗普所做的这个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这种零容忍的这种对待非法移民做法 就是把很多这个脱渡过来的小孩和他们的这个父母呢分开了 这个父母呢是关到这个集中营里 小孩呢也相当于是暂时留到了一个这个小孩的这种收容所 而且呢还有哪些原话呢就是说他姐姐说说 he's god damned twitting and lying 这个福斯新闻也把这些脏词呢 就是照片修饰一下 说他的奶奶 他奶奶的这些就是推特呀还有谎言呢 oh my god 就是说我的天哪 我可能他讲的太随便了 但是你知道 the change of stories 就是说很多事情呢 特朗普说来就是 呃 变来变去啊 就是说谎话 the lack of preparation 没有任何准备 the lying 就是这他妈的这些东西 就表现的对这个特朗普非常不齿啊 同时呢 他的姐姐 还在录音里面说什么呢 说 这个特朗普第一年 那是在一个挺烂的一个大学 但是呢 呃 第二年 他就去了这个美国宾州大学 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个沃顿分校 世界有名的这个商学院 他是怎么去的呢 说这个他让人呢 呃 替他考试 就是相当于代考作弊 呃 而且呢 呃 说 呃 这个人呢 就是他姐姐号称 给川普替考的人呢 已经去世了 呃 这个消息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给大家讲这个特朗普 执女儿新书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啊 写出来这个故事了 而且特朗普的执女儿当时也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说 我是听到一个我非常信赖的一个这个亲戚说的 当时呢 没有点出来是谁 没有说是特朗普的姐姐 今天呢 才公布这个答案 呃 当时这个特朗普执女儿说这个时候呢 还有很多人不信说有可能是这个特朗普执女儿就是非常恨特朗普 是一些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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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特朗普他的大姐 其实是一个联邦法官 只不过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退休了 他是特朗普五个兄弟姐妹之中 岁数最大的今年已经是八十多岁了 而且特朗普的姐姐还抱怨特朗普什么呢 就是说特朗普曾经问他 他说 where would you be without me 就说没有我你现在会在哪里呢 岁岸就是说他给了特朗普 说我给你非常大帮助帮了我这个姐姐 但是特朗普姐姐一直号称 说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的一个联邦法官 而且他成为联邦法官的时候 是在1980年里根总统在任的时候 是指拍了特朗普姐姐做的联邦法官 但是特朗普觉得呢是自己办成的这个事 而且特朗普姐姐也说 说他这些兄弟姐妹里面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唯一一个在这个 他们父亲的葬礼上不谈论他父亲的一个人 到现在为止呢 也就是说刚刚发生的特朗普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听到录音之后呢 是怎么回复呢 是发表了这个书面生命 而不是说他平时的这个推特呀 他说每一天呢都是一些不同的事情 谁在乎呢 就是说每一天的媒体都对他这个抹黑 他说我非常想念我的这个弟弟 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个最小的这个弟弟 昨天呢刚刚在白宫进行了葬礼 在白宫里边啊 他说我会继续非常努力的为这个美国人民服务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 但是呢结果很明显的 我们的国家呢会比任何时候都要这个强大 所以呢今天就是一个这个最新新闻 给大家报一下特朗普的侄女 写这个畅销书的 把他自己偷偷的跟特朗普姐姐的一些这个录音呢 透露给了媒体 而且是现在大家都得到了 但是特朗普呢对此并不否认 只是说自己毫不关心 好的今天就带一次给大家说到这一份 感谢收看主持人的话 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